胆子也很大 出枪 卡利把自己老队友抱到下面掩体当中 还能救 近点LASH是埋住 看Nihibi怎么去处理 Nihibi应该这个动作是想打的 但是远点周平炎被放倒了 在底下打到了周平炎 是的 LASH这个位置还没有被点出来 挺吓人的 KDF呢 祭导之后他是有想法的 但是由于这个点其实不是那么好 有这么大一个上坡的点为一个过点 一颗手雷 AOE double kill炸到两个 那这样的话 你会比江人自己的位置已经被暴露 是的 LASH这背后两个人一倒 LASH又被卖了 是的 LASH好惨 先找下来 你看到了 买点的人没了之后 这个过点就可以有机会过去了 已经知道4打2了 是的 Nihibi经典的协同配合 一颗手链再来一波 阿卡特又倒了二倒 只是Hikari一个人 KDF把自己玩进去了 但是一个 小手链了两个 不是吧 四肢过点 有了 还是有进无险 有进有人吗 还好附近没人 KRG是往北边踩了 只要是KRG一直在旁边围观的话 原来比很危险的 KDF 打完之后 And就跟他说这就是世界冠军 然后Hikari说这个我是没有碰到过 打了这么久没有感受过 马哥在车上是直接被撂倒了 Pero的阵线 现在Pero只剩小铃铛一个人 因为在初期的时候 打得太过于激励 在一圈的时候 导致现在Pero只剩一个人 他还挺明显的 是的 田路里面看到左边 听到左边开枪了 有可能是有机会去摸一波低分的 EMP是把把三四圈都在圈边打架 是的 打得很凶 已经打成习惯了 一个背身露出来 大脚步 这不一打一很关键 小胖怎么打过 漂亮 朱晓彤传统突破手 Stella这边也是 这个没有给对方任何机会 但是焦阳又是被远点的DBA给放倒 但DBA是被GHD给打了 是的 GHD突然感觉到底下有枪声 那SASA要赶紧去补下前面的位置 没错 DK这个地方踩的还是挺舒服的 视野非常的宽 现在FM的位置是完全被DK跟TAMAR给架死了 这个位置不太好进圈 说他一切的话怎么办 这边就开始慢慢的开始进行收封环节了 这个底坡反斜GHD跟GIF 还没有打完 挥挥还剩一丝血 为数不多的马上进头 SASA 是不是另外一边打了 打了一枪 打了一刺激 SASA的血量就弹起来了 然后这镜头突然切到另外一边 看小铃铛这边是还是 是SASA最后打掉了 没有是蓝圈弹出来的伤害 他没血摸一枪就倒了 全息再一次 可以做一个第三方的 这边Under想找机会 他看了一眼左侧的枪线 发现没有什么威胁 有点小马 这枪 自己反而被永远秒了 原点灵叔不断的架强 现在福音被夹在当中 不得已要去进攻DK 以天霸的性格要干拉了 是的 美根内正面放到112 还剩厕所的小海 林苏那位是高点还能架 DK在这一波当中是顶住了福音的进攻 是的 崔奇和小唐直接过来找机会 AD在原地一直在架这个857 这857好难说 你兄弟都打架了 你怎么还要在架我 五线的蓝圈啊 857应该是扛不住了吧 我这AD死下857 好小海一颗雷把Mental给放倒 是的 小海手里还有一颗 但扔远了一点 北边 俗话说大难不死 必有护肤啊 黑猪又是一把当心 这个人真猛啊 别给啊 看他雷的数量 他如果雷征完了 有可能会中的 这个雷 稍微的 哦 队友高点 帮他击倒了一个 那直接给他爆点 让他扔雷就完事了 所以他雷还是比较多的啊 还有第三颗雷先补掉一个 刚才没雷了 雷也是光 哦 黑猪 是的 炸到了Mental回身 把Loki打掉 确实啊 打的确实很猛 然后队友其实也打了一个 救起来的那个人也是被他残血一颗雷直接放倒 其实队友也立功了 另一边的话 New Happy是直接走底波想要抄天霸的屁股 New Happy这个位置停的位置不在圈里 天霸可以慢慢跟New Happy玩 New Happy打得有点着急 正面直接想顶前点 下车之后赶紧二号位落地有掩体 高点灵树已经是埋过来了 AD 现在看压力了 这是两个指挥之间的战斗 哎呦 但是因为自己没有任何掩体的关系 AD是找到一个突破口 New Happy的前点只剩一个人了 而且另外一边小汉打了一个吹精液 是的 这有机会补掉了 这里打得有点混乱 NP是忍不住了 要过来劝架 确实是一个机会 New Happy 是的 还是得封天啊 但是明明应该是二岛 测机后面来了 就是高兴的一波Groza出枪 是的 DTT是打完就退 小海现在是挺棒 小海出枪 他再偷 打了两个第三个有吗 凌书是混到了燕里 是的 但是小海也要小心自己的背后 他还输出一波语言点DTT 这波KRG不断地在扩大自己的优势 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六阶段 已经基本上只有四支队伍 两支满边四打四打一 对 那天霸这波也没了 是的 他五十分了 但是TUTIP还是考天化位置 而另一边的话 小海跟黑猪的1v1的对位 吃了个白 先说一下小海的分数 马上回头去支援队友 很透明的四打四 但刘亚这边先被秒杀 这个就没有办法 这样的话 正线DTT被拉扯了 一个180度的枪线 只要TUTIP这个点不倒 给DTT正面的压力也太大了吧 2tap吗 他开过来了 好凶啊 你把我打了三个人 我也把你打了三个人 但是 关键是被打 关键是 这个副驾驶二号位拉出来的时候 被对方打掉了 对了没子弹了 原点架得很稳 regret这里 这个决策其实有一点上头 我觉得 但是不过 这个不打的话也没办法 先把这个断后的人给打掉 拨不下来啊 扣的119 直接被解决掉 这把KRG十一个淘汰 是的 21分也是一把杀到了第二名的位置 TUTIP的买点也太贵 非常的关键 如果说没有这个买点的话 很可能 这个KRG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